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hristophe说 另一段开场白作为开篇 我们看戏看厌了虚伪的表情 看见了花俏的特技 出门的世界可以说是假的 出门本人却半点不讲这节目没有剧本 没有提示巧未必是杰作 但如假包换 是一个人一生的真实记录 电影故事的主线围上主人公出门展开 三十年前他因为在多名候选银儿中早产恰逢剧集开播 而被电影制作公司收养 并因此被刻意培养成全球最受欢迎的 即时性肥造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 最终出了出门是真实的 其他人都是虚构的 出门一出生就在一座叫桃源岛的小城 而实际是由影视公司搭建好的巨型影横 从他一出生的一台摄影机到三十岁的五千多台摄影机 一直向全世界的观众直播着他的一切 而他作为小城里的保险经纪人似乎浑然不知 三十年如一律的生活 被一盏从天而降的射灯打破 奇怪的射灯身上居然写着 Serious Joe Canis Maker 机前狼星 视出太阳外全天最亮的恒星 射灯被伪装成天上的星星 而后却被广播解释为飞机失事 童年的出门在一次与父亲出海时 因暴风与父亲跌入海中下落不明 因此多年了出门一直兑水充满了恐惧 他一直有出海冒险的打算 却因为兑水的恐惧迟迟没有出发 当在一次自己想出海看看时 恐惧还是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渴望 他恶悔不已独自一人蹲坐在沙滩上 次日 在广场遇到极其叫父亲的乞丐 是电影的一个小高潮 让整个谎言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破绽 他回家翻看自己年幼时与父亲的合影 让他加深了这些怀疑 他打开自己箱子 搬出了年幼时与父亲的合影 也因此搬出了当年自己的珍爱Sylvia留下的一件毛衣 这一件让出门重新省视自己的生活 在刻意的观察下他发现了周围环境的种种反常 广播的跳台 发现电机后的工作人员 却查到周围人都重复同样的事情 而曾此推入高潮的是 出门的翻看自己结婚照时 发现妻子叠手指的动作 这是代表妻子既想说谎 又想逃避上帝惩罚 其后的情节也如常理所想 出门开始翻看这一切 想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在电影中有一书电视台 采访导演Christophe的剧情 Christophe明确表示了在发现出门有着探险梦想时 故意安排出门的父亲在海中遇难 时常 安产生童年阴影惧怕大海 从而放弃探险安心留在桃园岛 而被问及为什么出门不知道自己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得到的解答是 我们都接受现实 而此时刚好出门的真爱 Sylvia也在看这期采访 她打电话过去质问导演Christophe Sylvia把一个人的一生塑造成闹剧 你一点不内疚吗 Christophe 我为出门提供一个正常的人生 这个你所处的世界是病态的桃园才是模仿的世界 Sylvia 她不是演员是囚犯任由你摆布Christophe 她随时可以走 假如她稍有野心 假如她下病决心 调查出真相我们无法阻止她 你不安 其实另有原因 就是出门干怨住你所谓的监狱 在这一系列的闹剧后 达到了出门的法治 她张确骗过了摄像机 从而逃脱出海 带着自己听出的Sylvia照片 勇敢的追寻着自己内心的召唤 出海冒险了 有意思的是 出门下室这艘帆船 起名Santa Moira 与哥伦波的探险船同名 经历了一系列风雨后 Truman终于将船开到了巨型影棚的边缘 她走上台阶 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在电影的结尾导演Christophe 与Truman隔空对话 Christophe 出门你可以说话 我听得到你 TR 油门 你是谁 Christophe 我是创造者 创造了一个受万众欢迎的电视节目 出门那吗 我是谁 Christophe 你就是那个节目的明星 出门 什么都是假的 Christophe 你是真的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看你 Christophe 听我劝告外面的世界 跟我对你的世界一样的虚假 有一样的谎言一样的欺诈 但在我的世界 你什么也不用怕 我比你更清楚你自己 出门 你无法在我脑内装摄像机 Christophe 你害怕 所以你不能走出门 不要紧 我明白 我看了你的一生 你出生时 我在看你 你学走路时 我在看你 你入学时 我在看你 还有你掉第一颗牙齿那一幕 你不能离开出门 你属于这里 跟我一起 把告诉我说句话说话 你上了电视 正在向全世界直播出门 假如再碰不见你 祝你早 万多安 整部电影像极了一场交响乐 开篇 填奏 小高潮 高潮 回归瓶颈 整个故事脉络清晰 缓缓想后 把我们也到了出门的身边 使我们感同身受 其实经典的电影 大多数人都已经看过 但同样的作品 在每个人的心中 近几个便宜不同 就如那句已经说烂的名言 一千个人心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小山君重温 楚门的世界最大的感受 其实我们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出门 我们恐惧改变 是自己接受现实 而我的观点并非比安于现状者 赞赏 勇于改变积极探索的人 电影是开放世界尾 在出门离开影棚 面对另一个世界后 他会怎样 可能会非常开心 这是我们都喜闻乐见的结果 但也可能他在对外面的世界也不适应 会继续逃离 逃离到哪没人会知道 电影像极了释迦牟尼的佛教故事 只是没有释迦牟尼 也议他那么极致 而我之所以没有监影棚外的世界说 为是真实的世界 是因为我不觉得外面的世界 是用真实和虚拟来界定的 一个人到底是积极探索 还是安平乐道的都是一种深与心的和谐共处 如同出门身心的不和谐 使他产生了渴望 而当他内心的渴望积累到一定的法治后 他便会有逃离的想法 最关键的还是找到心安之处 真爱Sylvia兄真上那句 How is it going to end? 最应景的回答 莫获苏东破了句 此心安处事无相 祝每一位在观众能找到真正的自己